我们一起来做默想祷告 主啊,在这凌晨我们的天父上帝帮助我们 求主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遇见上帝 主啊,上帝的话语光听是成不了义人的 求主上帝帮助我们,使我们听了主的话语就顺从遵守 主啊,而我们是多么的傲慢呢 我内心是多么的骄傲呢 我一直让上帝难过,厌烦了上帝 甚至杀害了耶稣基督 我却不肯承认他的罪恶 我以为我曾经悔改了 却意想不到这罪恶又在我眼前 主啊,我的信心多么的渺小啊 现在遇到了痛苦和问题 我却实际不醒悟,不明白 不肯认罪悔改 甚至不来寻找上帝 真言四章十九节 求主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醒悟 求主的话语引导我们 使我们醒悟 使我们领受上帝的帮助 我们相信在这凌晨 主帮助我们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来告白一下 民阳 而我们大家为什么始终 自我还是活着的 甚至听魔鬼的言论 听魔鬼的声音呢 为什么会成了这个样子呢 我们太容易 我们悔改了 我们也祷告了 但是呢 现实生活中又回到世俗 听世俗的话 就成了魔鬼的奴仆 上帝的话语一直是引导我们的 上帝的话语一直是兼顾我们的 而我们总是背诵主的经文 却没有遵守主的话语啊 在这凌晨上帝是帮助我们的 在这凌晨 唯独全能者上帝 创造主上帝在帮助我们啊 而我们总是按照理论知识想明白 按照理论知识想明白的 那都是随从自己的诡计和耍聪明啊 就比如说来到教会 我们始终是体贴肉体 哎呀 还是多睡一会儿吧 睡不着也想多睡一会儿 我睡不着的时候 是上帝召唤我的声音让我悔改 睡不着的时候赶紧起来悔改呀 祷告啊 而我们呢 很多时候来教会好像是很迫不得已的 哎呀 不去教会呢 怕受灾难 不去教会 怕受 怕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那没办法就去吧 但是来了呢 就是很是好像 好像是很强迫自己一样 是以肉体为中心呀 来到教会是能让我得福的 有上列的允许 而我们呢 光按照自己的理论 学圣经 按照理论知识来明白和学圣经 结果并没有达到真理呀 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七节八节呀 我的肉体总是想多睡一会儿 我的肉体总是想舒服 而肉体正是与上帝做对的 我们找下加拉太书三章三节呀 哎呀 我说是认罪悔改 做了四季段悔改了 我为什么总是跌倒 甚至总是偏向地狱呢 大家既然因信耶稣基督 认罪悔改了 甚至也做了四季段悔改了 为什么还要偏向世俗呢 面对主的话语 大家有阿门吗 阿门是什么呀 是承认主的话语 就顺从主的话语 而我们面对主的话语 并不顺从 那就是没有阿门呢 上帝很是心痛啊 我现在又是犯困 又是不想祷告 不肯悔改 甚至不想顺从主的话语 而我自己却一点感觉都没有 加拉太书三章三节我们读一下 你们既靠圣灵入门 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 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 阿门 圣灵是什么呢 圣灵使我们明白一切 圣灵使我们领会一切 圣灵使我们的信心得到完全呀 因为靠圣灵使我们顺从 遵守主的话语呀 罗马书八章五到十三节 靠肉体而活 必定是死 而且是地狱 靠肉体而活 必定是害自己 也是害儿孙 而我们总是体贴肉体 更偏向肉体的贪婪私欲 更偏向肉体的舒服 和肉体的方便 上帝真的是很心痛 所以在告诉我们 为什么 你们为什么要选择死亡和灭亡呢 而我们自己却意识不到 上帝赐福于我们 使我们得 上帝赐福于我们 而且能让我们领受祝福 能让我得天国的祝福 而我们为什么偏偏要走向死亡呢 为什么 因为我们太容易受迷惑了 爱听世俗的声音 把世上的价值观和世上的声音 放在上帝上边了 结果把自己陷入迷惑中 加拉太说三章一节 我们读一下 无知的加拉太人啊 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 谁又迷惑了你们呢 阿门 是谁迷惑了你呀 谁又让你迷惑了呢 是谁讲话让你受迷惑了呢 我为什么总爱听人的言论 我为什么总爱听世俗的言论 背地里议论的 我为什么去听了呢 就是 这加拉太人呢 就是在说我呢 就是在说我们釜山的教会的人 就是在说我们韩国的教会的人 这主的话也都是对我讲的 很多人以为哎呀 这好像是当时的加拉太人 是现在对我讲的 我们也是一样的 是在这样的处境啊 约恩一书四章一节 你听谁的就能知道你是属于什么 你听的是上帝的话语吗 还是听世俗的言论 哎呀我最近呢 觉得这世上的 这世上的言论好像挺好听的 约恩一书四章 爱听世俗的就是属魔鬼属肉体 而爱听上帝的话语 顺从上帝话语的 那才是属于圣灵的 我到底是要选择灾难呢 还是在选择祝福呢 我到底是在害死儿女呢 还是在把好的祝福留给儿女呢 就比如说很多人不爱来教会 我不爱来教会的时候 分明是我爱世俗的时候 爱听世俗的价值观 觉得世俗的价值观好 不爱来教会的时候 分明是因为内心被其他的偷去了 我的内心就爱听世俗的言论 爱听这些世俗的价值观 是谁迷惑了我 分明是我内心的贪婪私欲 导致我受迷惑呀 我们受迷惑的时候 就是在败坏自己的人生 也在败坏儿女 看电视都不知道 这时间过得太快了 这就是自己在败坏自己 我到底爱听谁的话 我听的是上帝的声音呢 还是爱听一个人的言论 爱听人的那些谎言呢 当今的教会 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话 不认罪不悔改的话 反而是讲出自己的言论 那就是犯罪了 我到底爱听什么呢 我内心在寻求上帝的话语 还是在寻求世俗的言论 爱听人的言论呢 大家都警醒啊 我们要切切地寻求上帝的话语 无论是来到教会 还是在哪里 我内心只一心寻求上帝的话语 来寻求主耶稣基督的道 不要寻求人的领导 不要寻求人的方案呀 而我内心有罪恶的时候 就偏向的是罪恶 我以为是别人迷惑我 是别人害了我 是因为我内心有相通的罪恶 我才会受迷惑呀 所以我们要认罪悔改呀 我们希望自己的儿女越来越好 希望自己的明天也会越来越好 那我们就要切切地寻求上帝的话语 切切地寻求上帝的声音 只一心寻求主耶稣基督的道 不要听别的呀 那在这世上我就不生活了吗 不是的呀 这世上的言论我听到了 我就要悔改 立即悔改 立刻悔改呀 不悔改就会陷入在罪恶里 不祷告就陷入在罪恶里 而自己却意识不到自己 已经败坏了自己呀 我们是多么的愚昧无知 领受了圣灵 而什么还要败坏自己呢 领受了圣灵 却不顺从圣灵 反而要败坏自己 加勒特首三章二节 我们读一下 我只要问你们 这一件 你们受了圣灵 是因行律法呢 是因听信福音呢 阿们 我们大家的言行举止 太容易就像法利塞人文士一样 因为我们的理论 总觉得自己的理论很强 总觉得自己的理论对 上帝的话语指出我的罪恶 让我悔改 我却不听 反而按照自己的理论想法 按照世俗的价值观 来对待主的话语 在这里说 上帝是帮助我们的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承认 上帝是帮助我们呢 圣经的话语不是背诵的 背诵主的经文 就像是对待律法一样了 大家知道 行律法的是得不到 行律法是成不了义人的 因为我们人是太容易就犯了罪的 犯了律法 所以靠律法是得 不可能成为义人呢 我们要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 相信耶稣基督的 死和复活 是为我的罪恶的 是赦免我一切罪恶的 而我们 就像盲人一样 光背诵经文 就成了什么都不明白的 我们听了福音 听了主的话语 靠圣灵使我们悔改 主的话语 主的福音是引导我们悔改的 是离弃罪恶的 圣经的话语 很多人就当成是那种理论知识来对待 总是头脑背诵 上帝为什么要帮助我们呢 因为上帝给了我们一切 甚至给了我们悔改的道 是天国的福音呀 面对主的话语 我们总是想背诵 就成了法利塞人文士一样 法利塞人文士 是没有承认耶稣基督 没有承认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 反而是定罪了主啊 而我们不顺从主耶稣基督的教训 不遵守主耶稣基督的教训 就如同法利塞人文士一般呀 我们靠圣灵行事 领受了圣灵的恩惠 而为什么太容易又 太容易就要回到世俗 回到体贴肉体的 那些贪恋世俗的地方呢 就面对主的话语 也不肯阿门 也不肯悔改 也不肯顺从啊 甚至用头脑背诵 哎呀牧师说了 不阿门就是 奏主了那我就阿门吧 这阿门不是这样迫不得已的阿门 是真心的发自内心的顺从 遵守主的话语 面对主的话语要实实在在的顺从啊 主的话语是每一天每一天都要需要的 每天每天都要悔改啊 每天每天都要默想主的话语 至少三次 很多人因为哎呀我昨天切切的悔改了 今天可能就不需要再祷告了 每天每天都要祷告 每天每天都要靠主的话语而活呀 往往父母不顺从的话 儿女也顺也不愿意顺从啊 我们不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呢 总是随从肉体的私欲 就我父母肉体私欲 我父母身上的那些 我自己身上也全带着 而我们信了耶稣基督 使我们脱离这一切的 祖上的不好的流传的忘形 上帝一直施慈爱施怜悯 给我们机会悔改 而给我们悔改的时间 至少三年的时间 而三年以来我始终不肯悔改 不肯认罪的话 那就是会很可怕的 非要沦落到非常凄惨的地步 才肯来到主耶稣基督这里吗 面对上帝我们要悔改的 我们为了得到主的帮助 就一定要悔改呀 我们祷告啊 悔改就是离弃罪恶呀 我们找下《使徒行传》20章21节 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喜乐呢 很多人呢 好像就是按照 很多人就是强迫自己 哎呀没办法 我不悔改那不就是死吗 就好像是很不情愿一样 这上帝赐给我们悔改的福音 是多么好的消息 是喜乐平安的消息呀 而我们为什么不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好消息 反而总是好像是为了谁一样啊 我们大家醒悟吧 那有些人呢 哎呀在这世上有点愁 就觉得哎呦真好 在这世上有了好工作 就觉得哎呦真好 把世上的一切当成是福 却没 却意识不到 世上的好 仅仅是诱惑的 反而会 走向灾难和咒诅啊 因为我内心离开了基督 在这世上有再好的工作 最终是灭绝的 而我内心属于耶稣基督的说 无论是好还是不好 那全是祝福的 这言二十一章四节 所以 恶人的兴盛 那是灾难和咒诅啊 大家千万要醒悟明白呀 我们太容易离开圣灵 我们太容易就离开信心呀 就像耶当夏娃 听了魔鬼的话 就离开了主 我们要听上帝的声音呀 所以我们要切齐地求圣灵 求圣灵使我分辨 使我不听世俗的 只听主的声音 只听主的话语啊 那主的话语呢 不是靠我的理论知识来背诵的 圣经的话语是实实在在的 面对上帝 我们要顺从 我们要悔改呀 而我们却不悔改 总是按照理论知识来背诵经文 结果就成了受获的法利赛人文士 大家不要背诵经文 圣经的话语不是理论呢 圣经的话语是实实在在的 我背诵的经文全是没有任何功效的 真实的认罪悔改 主的话语以灵 进入到我的内心呀 而我们总是按照理论知识来背诵 把圣经的话语当时理论知识来教导 那是没有任何功效的 圣经的话语是 耶稣基督保取的生命的话语 是能医治我的心灵 能医治我的疾病 能刺痛到我的心灵 为的是医治我拯救我呀 而我们是怎么对待主的话语 而我们内心 有寻求主的话语吗 主的话语 我听见的时候就要悔改 就要迎接顺从 这圣经的话语就是上帝呀 我们每当读圣经的话语 就是在面对上帝 那面对上帝 我们一定要认罪悔改 是靠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 认罪悔改 上帝赐给我们信心 不是靠我们自己呀 使徒行证20章21节我们读一下 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 当向上帝悔改 信靠我主耶稣基督阿们 又对犹太人 希腊人 无论是面对什么样的人 就无论是男女老少 无论有没有学问都不重要 无论是韩国人还是美国人 无论是谁 凡是所有人面对上帝 我们都要悔改 我们都要悔改 认罪悔改 因为有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 就是引导我们悔改的 面对主的话语 不悔改的话 就是在藐视主的话语 不悔改就成了法利塞人文士了 在这凌晨上帝是帮助我们的 而我为什么不可领受上帝帮助呢 在这凌晨要用泪水祷告 要哀痛地祷告啊 认罪悔改祷告啊 而我们非要沦落到身患重病了 家庭遇到特别可怕的问题了 那时候才肯流泪水祷告 现在健康好的时候呢 就不肯祷告 不肯哀痛地流着泪水祷告啊 马太平武装自己 哀痛的人是有福的 上帝赐给我祝福 我好的时候 我为什么不切切地来到主面前 切切地认罪悔改 切切地哀痛地祷告呢 非要沦落到特别凄惨的地步了 才肯来祷告 那多浪费时间 那多么的 尽管是遗憾 认罪悔改上帝还会帮助我 还会饶恕我的 上帝说了 只要信耶稣基督悔改 上帝就帮助我呀 罪恶得以身免的时候 就能得到 得到帮助 我们始终玩耿 悖逆的时候呢 始终玩耿 悖逆的话 就非要失去儿女了 才肯醒悟嘛 就比如说 这个家庭里 谁最重要 上帝就使这个最重要的人 身患重病 我们依赖谁 上帝就拿走谁的生命 为什么非要沦落到这样的地步 才肯悔改呀 好的时候 就更加来爱主 更加来虔诚地信奉耶稣基督 来荣耀上帝 赞美上帝 这时候只会给自己积攒祝福啊 世俗的言论 世俗的话 都会使我受诱惑的 世上的话语 世上的言论 只会败坏自己 愿意是四章一节 所以爱看电视剧的 爱看电视的 爱看新闻的 这时候就喜乐世俗的一切 就不爱来教会 因为觉得教会的 教会里才是真的给我祝福的 而我们呢 却觉得教会的什么意思 世上的是有意思的 结果就把自己推向败坏 就像一个人不会呼吸 我们以为世上的好 那是对我好的 那不是呼吸 那是面临死亡啊 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 才有生命 在教会里才能找到生命啊 教会指的是基督耶稣啊 并不是这个 我们以为的这种 什么建筑物 我们要真实地来到教会 就是要真实地来到 主耶稣基督里啊 而谁在妨碍福音啊 魔鬼在妨碍福音的 格林多后书四章四节 面对上帝 我们要认罪悔改 大家真的希望得到帮助吗 就要悔改 认罪悔改 不要听世俗的价值观 也不要听世俗的言论 只听主耶稣基督的话语 我们经常说 谁谁谁说了 那个那个谁又说了 我的头脑里完全是 别人的说法 别人的想法 那都是世俗的理论知识而已 是没有任何功效 反而是败坏自己的 而我们面对主的话语 真诚地认罪悔改了 就会谦卑谦虚 领受了圣灵 靠圣灵服侍教会 服侍主的肢体啊 菲利比书三章三节啊 而面对主的肢体 我们都毫无关心 不肯顺从 也不肯服侍啊 甚至有些教会呢 是花钱请人来 做教会的那些打扫卫生 那那真的是 还是没有领会圣灵啊 领受圣灵 是发自内心的 甘心的喜乐的服侍 喜乐的服侍教会啊 那很多人 说是信主 还是以自我为中心 很自私的话 那就不是属乎圣灵的 传到说七章二十九节啊 面对主的话语 我们都要省察自己 唯独上帝是帮助我们的 上帝帮助我们 引导我们悔改啊 如果我们离开了信心 就听魔鬼的话 我们找一下 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二节 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二节 如果我爱听世俗的 那就说明我是属魔鬼了 就是说面对主的话语 我光背诵 从来没有顺从 没有遵守 这时候我就是个说谎的 是属魔鬼的 就是把自己推向败坏的 我们大家要悔改警醒啊 悔改了上帝拯救我的 悔改了上帝会搭救我 而我们不悔改 不遵守的话 就会败坏自己 甚至败坏儿女啊 上帝做的话 只要上帝做事 能使无便有的 是非常神奇庞大的 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二节 很多人不爱来教会 甚至不爱来听主的话语 为什么不来教会 哎呀有很多的理由 好像特别合情合理 那都是因为离开圣灵 爱听世俗的言论 体贴肉体 体贴世俗啊 就背地里议论啊 不虔诚啊 内心是装满了贪婪和私欲的 内心寻求的是贪婪和私欲 是世俗的好 却没有喜乐 没有感恩感谢 忘却了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 忘却了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保险了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的祖祖先先 曾经一度的做官员 做官职的 结果呢都是把罪恶留给儿女了 哎呀我的爷爷曾经可有钱了 特别好 其实呢越是有钱越好的时候呢 是犯了不少的罪恶的 这罪恶直接影响到儿孙啊 而我们信了耶稣基督 是使我们脱离这些罪恶的 主耶稣基督的保险能说免一切的罪 也能伸任我们祖祖先先所犯的罪啊 所以这凌晨来到主面前 得到主的帮助 这多好啊 哪怕一直以来我们因迷惑 受迷惑 听了魔鬼的言论 听了世俗的言论 而此时此刻我们听了话语 就真诚地认罪悔改 上帝还是会饶恕我们的 是每一天每天新的生命啊 并不是说生子来到教会就是好的 来到教会了就要真诚地悔改 认罪悔改 遵守主的话语啊 主说什么是罪恶 不要做就不要做 离弃罪恶 信心 上帝赐给我们信心 而我们太容易就离开信心 爱世俗 追求肉体的好啊 所以呢 我们在主面前永远要谦虚 谦卑 哎呀主啊 我一不小心又爱世俗 我又体贴肉体 我们要永远默想主耶稣基督 永远默想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啊 我们死在肉体死在情欲 死在罪恶中 而上帝使我们与基督一起同活复活呀 提摩提签书四章一到二节 我们读一下 圣灵明说 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 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 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灌了一般 阿门 良心如同被热铁烙灌了一般 就是我们听了主的道 却不遵守不顺从 不照做 那就是成了说谎的 就像是良心被热铁烙灌了一般呀 启示录二是一章 说谎话的 必定是要去地狱 什么是说谎话的呀 听了主的话语 我就不遵守不顺从 这就是说谎话 当然也有一些说谎话的是发自内心的 很多人听了主的话语 哦 原来这么回事啊 然后呢就不再记着 就不悔改 听了主的话语了 哦 坚守主的话语 坚守的顺从 那么 很多教会 不讲主耶稣基督的道 甚至讲世俗的言论 那就是假的教会呀 在这时间上帝是拯救我们的 是要搭救我们的 是要帮助我们的 此时此刻上帝的帮助 能消除一切的灾害 面对上帝我们要认罪悔改呀 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信心 上帝赐给我们的是儿子 耶稣基督啊 使徒行众二十章二十一集 面对上帝的话语 始终不肯悔改 始终不肯顺从的 我们警醒吧 我们静静地闭上眼睛 主的话语是帮助我 拯救我 是消除一切的灾害的 我离开了圣灵了吗 窃窃地寻求圣灵 窃窃地祷告 悔改领受圣灵吧 在这凌晨上帝是帮助我们的 上帝帮助我 而我却始终在排斥帮助 正是因为我没有哀痛的祷告 我一直在厌烦了神 每当我犯罪的时候 是杀害了耶稣基督 当我不虔诚的时候 又是杀害了耶稣基督啊 我的罪恶是让耶稣基督 死在了十字架上 而我们却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主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 正是为了我的罪恶呀 我们在主面前 上帝为什么说哀痛是有福的呢 马太篇五章四节 因为我们太容易就故意犯罪 总是在犯罪 我们总是在故意犯罪 明知故犯 所以真的没有哀痛吗 我们真诚地认罪悔改吧 主啊 我们真的是误会肮脏啊 而我们始终在背诵圣经 求主怜悯我们 使我们醒茶 使我们醒悟 求主帮助我们 赐给我们悔改的灵 赐给我们哀痛的祷告的灵 使我们真诚地 哀痛的认罪悔改 主啊 求主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主啊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信得很好 主啊 我真的是又是傲慢 骄傲了 这凌晨时间是给我的唯一的机会 是第一次来到了主面前 而我太傲慢 骄傲 以为自己很好 以为自己悔改了 以为自己认识了主的话语 却从来没有顺从 没有守住主的应许 没有遵守主的教训啊 我的罪恶 我的误会 盎僧的罪恶 一直是杀害了耶稣基督 求主怜悯我 饶恕我的罪 主啊 求主使我们哀痛的认罪悔改 祷告 主啊 因我的罪恶 害了家庭 害了我的人生 在这时间 求主怜悯我 帮助我悔改 帮助我醒悟 主啊 我爱听人的话 我爱听人的言论的时候 就是败坏自己啊 而求主赐给我能力 求主赐给我耶稣基督的信心 使我们在这世上 无论面对谁 能赶出那心灵里的恶魔恶鬼 使他也来信耶稣基督 领受上帝的福音 使我们做主的能力的仆人 所有的人哀痛的祷告 得到主的帮助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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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